最近看到崔永元的一个讲话 不是现在才讲的 过去讲的 崔永元在YouTube上发了一个视频 这个标题就是相当的引人瞩目 这个标题是说 中国人受罪 该旁边一个警当好 实际上在这段视频当中 他重脸讲的是转基因的问题 过去他崔永元就做了很多 转基因的话题 但是他这次讲这个转基因的这个问题 跟中国人的这个网暴问题 是联系在一起的 他是因为中国的这个网暴 大家都知道 这个中国的网络暴力 是很厉害的 是非常厉害的 前一段时间的一个小孩子 在校园里被车撞死了 他的母亲是在手楼处 管理处工作的 那都有着装要求 有一些装容的要求 就从单位赶到现场去看 很多人就看到 这个母亲很年轻很漂亮 立刻一盆盆脏水就泼过来了 这个就是网络暴力 崔永元对这个事情非常的愤怒 他就联想到自己 在转基因这个问题上的论战 他曾经在很多问题上都遭遇过这个网暴 他真的很难守 后来我们大家都知道 崔永元的身体不太好 跟这个网络上面的种种压力 也有很大的关系 甚至可以说是痛不欲生吧 崔永元回忆说 我们都是认真讨论问题的人 我们是这些讨论问题的人 总是希望把道理讲明白 在道理上要讲清楚 但是网爆的人是不讲道理的人 他们是在网络上找痛快的人 就是一味的寻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来痛骂 所以他们可以编鲜话 可以无中生有 也可以断章取义 可以完全是胡说八道 网爆的特点就是这样的 崔永元说 参与网爆的人 还有很多是发自内心的 因为这些人的水平很低 分辨不出来是非 也不懂逻辑 所以他们热情洋溢的 就是一路跟着骂 崔永元讲起这个转基因的事情 那可以想象 完全是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 他说中国人好赖部分 就是喜欢跟着骂 跟着骑鸿 中国人自己 中国政府这方面有关转基因 说只批准过两种转基因的种植 其中有一个是棉花 还有一种是别的东西 但实际上这个范围 要比这个要大得多 像欧盟 荷兰 葡萄牙 意大利 俄罗斯 都从中国的进口商品中 食品当中 查出过中国的 还有超标的这种转基因物质 这种超标的转基因物质 可以说遍布 玉米 小麦 大米 像小麦 大米 这都是中国人常吃的这些食物 这样的情况当然就非常的严重了 这远远不是说 曾经只批准过两种转基因的种植 实际上这个范围 种植的范围 偷偷种植的这个范围 这种偷偷种植的这种转基因 这种范围要大得多 比人们所了解的大得多 可能也比政府部门所掌握的 那个范围要大得多 他认为当然这个很多人 政府官员是承担责任的 比如说他致命道姓 他想指出这陈章良 他说他是最早把转基因 搞进中国的人 政府官员 有人说陈章良是不懂 不了解转基因的危害 崔永元呢 认为他完全就很清楚 陈章良是很清楚的 转基因的危害 因为陈章良的这个博士论文 就是在孟山都的实验室完成的 他是完全了解 这个转基因的危害的 崔永元认为 中国有一大批懂行 而且利益于熏心的人 引进这个转基因 对引进转基因要负责 对于现在的这种情况 崔永元实际上 也是很无奈的 中国老百姓知道 这个转基因的危害也没有 其实呢 现在的情况呢 中国的这个老百姓呢 不但是 对像崔永元这种 为转基因的问题奋战的人 不予以同情和支持 相反的是 中国的老百姓呢 实际上是照样帮着在骂崔永元 所以崔永元说呢 中国人受罪啊 是祸盖 我们啊 其实应该可以理解 崔永元的这种怒火 中国人呢 与世界很多国家 并非处于同一文明层次 因此在很多国家 不言自明的道理 在中国就行不通了 当我们说启蒙的时候 一定要知道 启蒙的需要 启蒙的存在 启蒙的出现 就意味着 现在还处于野蛮和原始 否则还要启蒙干嘛 中国近一百年前的五四运动啊 为中国带来了 现代国家的一些精神气质 但那是一场 五四运动是一场 没有完成的启蒙运动 所以 今日的中国呀 过去的那种野蛮和原始啊 并未消失 并未消除 相反 原本寄生于野 活跃并且 隐藏于乡村的那些野蛮和原始 由于盲目而高速的城市化 盲目而高速的城市化 被迅速地普及于城市 出现了城市的乡村化 最后的话呢 就是渲染于全国 全国都一样了 成为深圳的社会主流 所以这个野蛮和原始 反而上升为了社会主流 所以今天的中国呀 实际不是进步了 而是退步了 所以我觉得 崔永元说 中国人受罪活盖 那可能是真的 我们下来的事情 我们下来的事情 我们下来的事情